热闹的纽约时代广场 满满都是人潮 大楼外场各式各样广告播放中 但下一秒抬头就能看见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八个大字 纽约街头巨型荧幕 出现机场热门打卡地标 接着是熟悉的台湾美食 有牛肉面 豆花 小笼包 还有世界冠军咖啡 全在15秒短片中 桃园机场公司制作宣传片 投放在百老汇大道上的纽约街头 快闪行销台湾在地美食观光特色 美国时代广场又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 根据旅游资讯网统计 一天人流量平日约36万人 尖峰时段则有45万人 桃机公司这回花费40元美金 约1200多元台币 在时代广场播放一次宣传片 就是要扎深观光客们对台湾的第一印象 到庙口前平常送吃或来一趟深度环岛之旅 总统蔡英文日前也在脸书贴出旅游影片 讲外国朋友如何玩台湾 珍珠奶茶地瓜球热炒还是火锅 应有尽有 国境解封已满一年 桃园国际机场酝酿 从解封日统计至今已超过2874万人次 今年旅游量稳定回升 随着外国观光客陆续增加 乐观预估可达3400万 如今透过国际行销 相信更能让世界看见 华氏新闻世界杨仁敦台北采访报道